天气冷啊 那么很多人比较常服用阿斯匹林 好像说可以顾心脏血管的 但是要小心哦 跟中药一起吃的话 恐怕会让人中毒 阿斯匹林是很常用的西药 但千万别跟中药一起吃 最新研究发现 中药常用来治感冒的麻黄汤 如果跟阿斯匹林同时服用 有中毒危险 这个麻黄汤 那它的那个治疗感冒的效果很快 很快 所以其实它有一部分的功效 感觉是跟阿斯匹林会起效用 是有点像的 对 研究指出麻黄汤的成分 会让阿斯匹林的药效增强68% 另外感冒也很常用的小青绒汤 也会让阿斯匹林的药效增强30% 同时服用阿斯匹林的浓度过高 恐怕会中毒 那个活血化的药啊 比如说单身啊 红花啊 桃仁啊 之类的药物 我们就要跟 就会小心 研究也发现 单方中药 像人参陆融银杏 以及副方中药 百合固金汤 紫碗汤 也都会跟阿斯匹林 产生不良的交互作用 中医起初 具有解热 震痛 或者化淤 火血的中药 都不适合跟阿斯匹林一起吃 民众就医时 也要先咨询医师 以免治病不成 还赔了健康 追选 曾经许林小凡 台北行道 我叫阿斯区 多么 谢谢观看